如果要玩CASIO G-SHOCK 有一句话叫要玩就要玩高端的 那才有这个收藏的价值 甚至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款式啊 或是限量版啊 或是很少见啊 那你在日本的这种市场会看到 它都几乎是有吵架的 而且是一直维持那个 比它原有售价还要高的那个 那个市场的价格 这些就是所谓的有收藏价值的这个 CASIO G-SHOCK 这种腕表 那2023年哦 CASIO G-SHOCK 就为了迎接这个农历兔年的到来嘛 那它以这个月兔为灵感哦 虽然说这一支表以月兔为灵感啊 可是你看到小刚第一眼抓上手啊 如果你不告诉我它是月兔的话 我真的是以为它是那种 Ironman啊 钢铁侠 因为你看到它整个 整个表是那种电镀精的 尤其是你看到这个表链 这个链接中间这个内侧 有配上了红色 再加上表盘也有一些红色的这个元素 整支表上手就好像 非常有那种钢铁侠 Ironman的那个元素啊 我个人非常喜欢 推出这一款兔飞猛进的主题啊 打造出这一款生效表 MTG B3000这个系列 那生效表其实在这个CASIO GSHOT这边 还是非常少见的 可以说在高中高端的这个系列里面啊 非常值得收藏的这一款GSHOT 而且小刚看它这个价格确实不高 它这个表颗表圈以及外侧金属表带啊 都是经过这个金色IP电镀处理的哦 那这一款表拥有特殊表和的这个设计哦 那它那一种黑金色调啊 展现出GSHOT那一种低调又奢华的那一种风格 那同时表和上的图案 你会看到哦 它是以表背这个图案哦 是一样的哦 它刻着这个月兔的这个图腾哦 非常的那个Rush 它不像我们一般看到那一种 哇好像很懵啊 很可爱啊那一种的嘛 它这个兔就是 哇整个就非常的酷 非常的有杀气的这个月兔 那这款MTG3000呢 它的表圈哦 也是特地模拟出这个月球表面上啦 这一种凹凸的这一种手感哦 那你摸下去啊 哇真的是非常的爽啊 如果你没有摸过的话 这一种感觉你一摸下去 冰冰冷冷的那种感觉 而且凹凸不平的哦 很有特色的这一种设计啦 它这个表圈哦 在表盘的设计上面呢 也是有采用到这种类似兔子的红眼睛啊 这种红色来做去做点缀的哦 而且底盖的部分呢 它也是用了这个 刚才刚刚有提到啊 它用雷射雕刻上这一种 呃很酷的这一种月兔的这个图案 展现出G-SHOCK强悍的这个外形哦 而且永不放弃的这个品牌精神 MTG B3000啊 身为G-SHOCK品牌的这个中高端系列之一哦 规格当然也是更加的全面啊 例如手表啊 配有这一种啊 TOKSOLAR啦 这个太阳能除电功能啊 而且这个世界六局Multiband 六十效准讯号啦 通通都会有哦 蓝牙连接啦 这些非常强悍的功能啊 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金康小刚有提到的 这个APP就可以自动哦 你在手机上面哦 就可以将手表调整到正确的这个时间哦 这一点我是觉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哦 因为这一种电子表就是有时你要 你要调时间你要玩起来就是 哎呀你突然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有这个APP 你有这个程序在手机里面的话 就非常容易可以 很快的就可以让你调到对的时间 这一款G-SHOCK MTG B3000哦 这个2的这个特别版啊 也是小刚最近这几天才在马来西亚特别看到的哦 可以一小刚一看到啊 就想到突飞猛进 宏图大展这几个字哦 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